同学们大家好 我们的课程已经接近尾声了 这周主要跟大家聊一聊各种美容误区 从专业的角度教给大家对待各种美容问题 达到科学护肤的目的 大家都知道基础护肤有三步区 清洁、保湿和防晒 步骤虽然简单,误区却是不少 下面就给大家主意道来 洁面是护肤的第一步,也是重要的环节 欠扰到了后续产品的吸收 网上有一位妹子说 几个星期不洗脸,皮肤会变好 我只是想问一声 妹子,难道你生活在真孔里吗? 清洁是清除我们皮肤上的污垢 虽然有些人不化妆,可是你的皮肤上还有老化脱落的角度细胞 皮脂,汗液,还有来自周围环境的灰尘和微生物 从微生角度来讲,也得洗脸 但是,洗脸要根据肤质和环境 干性和敏感性肌肤如果没有化妆 皮肤解净的可以进行温水洗脸 脏的可选用温和的洗面来进行清洁 而如果你是油性的痘痘肌 试着想象一下 油脂、灰尘和微生物混合在一起 堵住毛孔的状态 想想都非常可怕 因此,要根据自身的情况决定洗脸的次数 如果在炎热的夏天,出油出汗比较多 或者周围的环境比较脏,灰尘比较多 可以增加洗脸的次数 而在冬天环境干燥的时候 则不易于洗脸过勤 面部清洁误区还有 热水洗脸更干净 这也得根据肌肤的状况而言 冷水不利于去除油脂 而过着的水则会破坏皮脂窝 35-38度的温水洗脸会更好 既能保证毛孔充分张开 又不会使皮脂过分的丢失 当然,出多的可以用热水洗脸 加速油脂的排出 而对于那些干净皮肤来讲 过着的水温则会导致皮肤的干燥和皱纹 洗脸奶还是泡沫的好 很多人洗脸喜欢把面部的油脂 去除的干干净净 殊不知这样会破坏皮肤的屏障功能 带来很多皮肤问题 而且泡沫越多 其能力就越强 减性大 刺性也越强 这比较适合油性的皮肤 而添加了润肤剂的减面产品 这就是温和的泡沫少 适合于干净皮肤 洗脸奶可以卸妆 如果化了彩妆 睡前的卸妆是必须的 洗脸奶无法去除残余的彩妆 卸妆水和卸妆乳用于卸出淡妆 卸妆用于油彩的浓妆 有的时候卸妆后 还需要洗脸奶将卸妆油清洁干净才行 做到彩妆不残留 晚上不要带妆睡觉 爽肤水是减面后的步骤 是用来清洁保湿和调整皮肤的皮质值 涂抹爽肤水完全可以用手来完成 用手涂匀 清晰地拍至皮肤吸收即可 化妆棉不会增加爽肤水的吸收 只是加快了瓶子里的消耗量而已 而且擦拭用力还能损上浇嫩的肌肤 至于棉片比手更干净的说法 更是无稽之谈 难道你后续的精华 保湿霜都用化妆棉 关于去角质的问题 的确有非常多的误区 有人认为去除角质后皮肤又滑又嫩 污物品也容易吸收了 便认为角质层应该要经常去除 有的人才认为 反复去角质会导致敏感性肌肤 那么我们的角质层到底该不该去呢 多长时间去似合适呢 角质层是我们皮肤的最外层 它的厚薄直接影响着皮肤的外观 过后的角质层光线透过力比较差 会导致皮肤粗糙 发黄 黯淡无光 而且角质层是一个不断更新的过程 外层脱落后会有新的细胞 从基底层退一上来 所以我们可以用温和的角质波脱剂 适当地去除死区的皮肤角质层细胞 而对于出油多 粗糙的T子区应该定期地去角质 从而加速皮肤的新人代谢 改善皮肤的状态 角质层的更新需要28天 因此去角质不要过度的频繁 过度的用力 因为过薄的角质层 则会导致皮肤的敏感 毛气管扩张等等 所以建议油性或老化的皮肤 每两周使用一次 干性的皮肤每一个月一次 中性或混合性的皮肤 每两至三周使用一次就可 磨砂膏和去角质膏 不要同时使用 去角质后要加强保湿 保湿是皮肤护理中的关键步骤 当皮肤角质层含水量低于10%的时候 皮肤就会干燥 紧绷并且出现皱纹 很多人认为随身一瓶 保湿喷雾就可以随之保湿了 皮肤干了喷喷 快捷又方便 其实这是补水不保湿的误区 在干燥的环境中给肌肤喷水 只会导致水分蒸发的更快 而且还带走肌肤中的一部分水分 补水只是直接补充角质层所含的水分 并没有为干燥的肌肤解渴 必须后续使用保湿双层的有效锁住水分 带来持久的保湿效果 还有的人认为 我的皮肤是个大油田 刚洗完脸没有一会儿又出了一层油 油性皮肤不缺水 压根就不需要保湿了 其实油分多不代表不缺水 油性皮肤往往会控油 以及过度的清洁 皮肤长期处于出油缺水的状态 所以油性肌肤在控油的同时 更要加强保湿 当然为了避免油腻感 可以选择一款清洁的保湿产品 还有过度补水也伤肤 虽然表皮需要进入的水分 但是脚质细胞吸收的水分过多时 会发生膨胀 还有降低节骨的致密程度 导致皮肤的通透性增高 从而损失了皮肤的屏障功能 所以建议保湿面膜每周一至两次 每次不要超过20分钟 补水喷雾每天3-4次即可 用手清洗地拍干 并失去多余的水分 夏天天气闷热 皮脂现在分泌旺盛 皮温每升高一度 皮脂的分泌量会增加10% 而且在潮湿的皮肤上 皮脂的扩散速度为干燥皮肤的4倍 因此很多人认为 夏天不需要保湿 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 透明脂酸会逐渐流失 皮肤的索水能力也会随之下降 皮肤会慢慢地失去光泽 产生皱纹 所以不能经济在干燥的冬季 加强保湿 夏季补水保湿同样非常重要 可以选择相对清爽一些的保湿剂 以避免厚重的油腻感 夏天出眉防晒霜是必不可少的 很多人认为防晒指数越高 防晒效果越好 虽然理论上讲 SPF值越大 防晒效果越好 但是SPF15就可以阻挡93%的UVB PA1个加号可以防护UVA2-3个小时 所以一般的室外活动 SPF15-25 PA1-2个加号就可以了 阳光下的活动可以选择 SPF值25-30 PA2-3个加号 防晒创的标准使用量 是每平方厘米2个毫克 日常生活中很难达到足量使用 出汗刮蹭可以被损耗 日晒后防晒能力会随之下降 因此一天只涂一次防晒霜也是错误的 防晒霜应该在出门前15分钟涂抹 每隔2-3个小时补涂一次 防晒霜的正确使用 远远比防晒系数更为重要 阴天下雨时紫外线会被云层遮挡 皮肤的感觉舒适了很多 因此阴天下雨不需要防晒 但是你知道吗 阴天有60%到80%的紫外线能够穿涛云层 雨天也会有20%到40%的紫外线 威胁到我们的皮肤 因此我们要时刻的防晒 既然最好的防晒就是不晒 那么我不晒好了 对此我只能说呵呵 万物生长靠太阳 我们的皮肤一直能 紫外线照射后才能合成温素D 促进钙的吸收 过度的防晒会导致微地的缺乏 进而增加各种疾病的风险 因此建议每天都要接受10分钟左右的日晒 以便获得机体一天微生做D的需要量 对于护物品来讲 这代物区可能就是夸大了酒精的副作用 很多人选择护物品的时候 都会刻意地避开酒精 总是担心用了酒精后皮肤会变得敏感 其实 酒精是一种非常好的溶剂 其挥发性比较好 高浓度下具有杀菌的功效 可以萃取一些不容易水或者油的美容产品成分 因此被广泛的英语各类的化妆品中 香水花露水中酒精含量会比较高 而在普通护物品中含量是很低的 所以除了敏感性肌肤外 大家完全可以不用担心酒精的刺激性 都说植物源于天然 是最好的护物品 大家不妨想一想 植物食用还行 用来护肤能吸收吗 打着纯植物 草稳无添加的噱头 只不过添加了植物的萃取物 怎么也摆脱不了化学合成的性质 是满足了人们追求天然的心理 对于敏感性肌肤而言 不含色素 香料和防腐剂的医学护物品 才是安全温和的 这节课我们重点讲到了 在日常护肤的一些常见物区 希望你能get到 远离对我们娇嫩肌肌肤的伤害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